来我们请看下一个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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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徐老师好 我叫邓修明 我来自广东湛江 雷州市英丽镇 所以我们的介绍里面说 你是农民 所以那你怎么接触到的 这样的舞蹈呢 因为从小是 很喜欢跳舞去学舞蹈这块 然后在平时干活之中 就跟着植物的力动 找到灵感 我现在你找到了灵感 但是我找不到你的眼睛 能不能看到我们 卢山之面目 帽子摘下来我们看一下 你今年27岁 对 我今年27岁 学跳舞多久了 是从我12年开始 都是自己 然后一直干活 一直摸的时候学的 所以一开始那个动作 是收割的动作对不对 对 我特别想知道 你真的是平时生活当中 一边搁脉一边跳舞 会不会这样 对 都差不多感觉 干活累了 然后就放开音乐 然后跳一下就感觉 就整个人就很放松 所以我觉得 刚才从你的舞蹈当中 能发现你是特别 会观察生活的人 那如果你进入到我们第二轮的话 还有没有其他更加精彩的展示 给我们预告一下 如果我进入第二轮的话 不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补导 那你现在需要震惊的不是我们 你需要震惊的是后面你的二十来位对手 对 怎么样我们第二现场 二十几位我们的短视频达人们 对于我们的跳舞歌 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时间留给你们投票 倒数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锁票 好嘞 我们的结果应该已经出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刚刚的两位的表演者 请回到舞台上面来 好了 我们第一轮里面选出的三位达人 现在已经都站在舞台上面了 那么他们的成绩到底如何 我们的成绩 打碗歌 他的得票数是 十二个赞 恭喜 邓修明 我们的关节舞 你的得票数点赞数是 十五个 恭喜 到现在也猜不出来 到底谁是会被淘汰 那 我们的熟知舞街舞的林涵的最终点赞数是 十四个赞 恭喜 好遗憾 那没关系 那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的有更多精彩的视频 好吧 好 再次感谢你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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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 今天总体来说表演一般嘛 没有完全展现出来 挺好的 把这种音乐的快乐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希望有机会再和大家天津卫视相遇 词